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鬼才阿水 根據中選會所通過的全國性公投案投票日 已經將在今年的8月28日進行投票 但許多的朋友對於公投的議題相當關注 其中包含了 重啟核四公投 反萊豬公投 公投綁大選公投 等各式議題都在持續的延燒中 那也引起了正盤兩方的辯證 今天也藉著這個機會來跟大家聊一聊公投這個議題 在民主體制發展的過程中 直接民主制是一種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民主體制 這在原始社會剛成立的時候 便成為了一種顯素的執行方式 透過每一位的公民共同參與所有政策的制定 在現今的小型團體中也相當常見 例如我們在學校常見的班級 或是我們三五好友要聚會等 其中公民投票便是一種最主要的實踐直接民主的方式 那完全的直接民主體制呢 指的就是所有公民為政策來做決定 這在古希臘的公民大會制就是最為顯著的代表例子 但當社會持續的發展進到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呢 例如工業時代之後 許多人忙碌於自身的生活與工作 沒有足夠的時間與心力來去完整的參與所有的政治議題 於是代議民主制就出現了 特別是當從地方到中央的各式大大小小的事情啊 人民無法全盤的管理每一件事情 這時我們投票給心中所屬的政治人物 透過他們來決定我們生活的大小事 便成為了這個時代常見的民主模式 那公投聽起來雖然是很好的民主展現 但它一定能夠完整的呈現所有的民意嗎 其實公投啊如果要直接民主 是有幾個先決條件的 首先呢是所有的參與投票的民眾 是不是針對於投票的主題有了全然的了解呢 一個議題它並不是只是單純的是非對錯 背後所夾帶的價值觀跟選擇都是一大考驗 例如在環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拉扯取得平衡 或是在國際與本土之間的角力中站穩腳步 那當我們詳盡的對於議題有了完整的認知之後呢 投下的那一個神聖的一票才會有它代表的意義 那再來呢是公民對於媒體的傳達訊息 是不是能夠達到試讀的能力 現代人啊接收資訊的來源百百種 其中或多或少都摻雜著個人立場以及真假難辨的訊息 如果我們判斷的依據是根據錯誤的資訊來源 只有可能發生結果出入後大家才後悔莫及的結果 所以不能得到投完之後大家回去Google 那最後呢是每個人能不能依據自身的立場以及判斷 來做出最後的選擇 在現今的忙碌社會中啊 許多人對於政治議題的冷感 甚至恐懼於踏入政治領域去了解眾人的事情 很怕被貼上什麼標籤 比如說政治狂熱分子之類的 所以呢也有許多人放棄了獨立思考能力 只單純的聽信身旁的人便做出了決定 比如說媽媽叫你投什麼啊 親朋好友叫你投什麼 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當我們將公投的視野放誅全世界之後呢 也可以發現它有年均五次的公投典範的瑞士 透過小國寡民的模式來執行全國性公投 但也有呢從二戰之後從未公投過的德國 以及近60年的民主體制之中呢 只舉辦過9次公投的法國 那它當然不是代表說 德法兩國的民主體制比不上台灣 而是因為他們擔心公投只是表面民主 私下卻是動員力強大的少數團體 來決定了我們所有人未來的走向 也因此世界各國看待公投有著截然不同的想法 那當然台灣舉辦公投絕對是一件好事 但這也是一次大型公民課的教育機會 透過不同議題的交錯辯論正反兩方的意見交流 最終大家判斷出執行的結果 那這也完全的依賴人民的素質以及素養 是否能夠辨識所有的資訊真偽的好機會 那最後呢我也期盼這次的公投 能夠完整的表達人民的訴求以及意志的展現 那最後呢我是鬼茶水 如果呢你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在下方幫我們留言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大家再見 拜拜